屏東安泰醫院門口 封鎖現在還沒拆 在晚間六點多 又有警消人員到場 原來在二樓的營養室 被發現有復染情形 消防員員趕緊不隨先關救 上午發生的火災 有餐火還沒滅 檢察官趕到醫院香宴 同時檢視起火點 火警控造成九人死亡 安泰醫院院方道歉 強調會負責 現在有七個要轉 有七個要轉 我們正在營養室 因為我們不希望 這裡的量民負擔太大 除了救責之外 也得搞清楚 哪個環節出問題 這個我們要看 健康報告 還有火場的這件事 然後我們要 平常有點是不足 怎麼樣 你的痛苦加診 你這個心情來講 到醫院治療 看診卻遇上了嚴重火警 是認為還是意外 都得要釐清清楚 必須避免後續再發生 類似的情況 才能對這九條人命 有所交代 體育新聞綜合報導